所以你自己觉得两个男生之间会有真爱吗 我觉得应该会有的 那如果在生活当中有男生追求你的话 你会怎么回应他 我好吗 那如果让你在导演和那个麦丁之间选择的话 你要在一起你会和谁在一起 我们俩才一起说乱伦 麦丁吗 麦丁吗 来宝贝快上说 老公我已经帮你的好被窝了 你不是一直说很期待吗 想和我在被子里 一起 最长最红最火的大咖 最新最猛最逗的访谈 记载考拉大咖秀 考拉FM 哈喽考拉FM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们的考拉大咖秀 我是Six 我相信呢对于男生和男生之间的感情啊 还有爱意啊 很多朋友平常非常的关注 而且很有兴趣 那么这次呢我们就直接请到了目前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部电影的 一个是我们的导演 一个是我们的主演 我们有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考拉FM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类似爱情》的导演陈鹏 我是《类似爱情》饰演安子彦的孔吹男 没错 所以呢最近两位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啊 那刚刚说到了这样一部电影呢 其实讲的就是男生和男生之间的感情 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也会印很多网友的要求 把他们在心中的疑问啊 在今天现场问出来 所以我们可能会慢慢的来 不用着急 好好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 就是这次的话我们看到 其实是讲两个男生之间的感情 所以淳男你刚刚在 第一次见到你戏中的搭档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觉 当天 当天 你没有第一次 可以那个不算是第一次见 因为之前有过就是 算是脸手 是私下就认识了是吗 对 是干嘛认识的 打完球打完球 OK 所以当时要拍戏的时候 第一次见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可能因为看过剧本之后 知道剧情里面有一些亲密的 可能见面会有一种 就期待 有一些尴尬吧 一见如故 当时要拍戏的时候 见到和打篮球的时候 见到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觉得对方有变化吗 因为当时我们先是就是有一组那个订装照 然后就是都是裸上身的 所以订装照是裸上身的 对 这是导演故意安排的吗 是故意安排的 为什么订装 订装照不是应该穿衣服才对吗 但得满足他们两个私下给我提的要求啊 他们喜欢怎么拍 那就是自己提的 对对 满足一下 那正好那组订装照 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就是最后修成在海边 两个人就是裸上身拥吻的那一张 很多网站把它当做这个就有点推荐图 我好像有记起来有印象了 其实那个是 那张照片是整个剧组第一次拍照时候 而后留下来 是吗 对 那正好说到了这个照片的话 你觉得他们俩谁裸上身之后身材好一些 两个风格吧 我觉得还是挺符合他们两个在戏里面的形象 小公公小瘦 然后挺符合的 没有谁身材好一些 跟孔正南最近练的稍微好一些 比戏里面要强很多 现在比之前好了是吗 对 那应该要适时的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讯息 他最大的癖好就是在微博发落叉 经常在落伤身或者健身时候的臭皮 是吗 还好吧 那比如说从开机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有一些尴尬 一直到拍了拍戏结束了之后 关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有变化吗 反正是肯定是熟了 直到熟了的阶段吗 仅仅是熟了吗 有很多的网友都说 看到后面觉得你们两个人眼神当中有东西 可能是拍出点火花吧 那你觉得你自己和另外一个主演谁比较帅 这个我觉得大家觉得谁帅就谁帅 不要听一下你 我 反正我比他高 太损了 太损了 比他高 导演觉得呢 我觉得 这个我这么说算是破坏人家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对 这个我成了这个 这两个人 这个假如有一天不再不再合作或者不在一起了的话 我是最可以握手 所以他们现在在一起了 我没说 没说 我没有从来没有这么也说过 刚刚也有说到在这一部戏当中有吻戏对不对 对 我们再把时光倒回一下 拍吻戏的那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第一次拍吻戏的场景还是挺唯美的 因为是在香山的山顶 然后在夕阳